我十六歲的時候那時候的記憶其實真的還蠻薄的 可能是我覺得自己也比較單純 除了家庭 然後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家都有在做生意嘛 所以其實平常就是幫忙家裡 不過我覺得以前為什麼會就是感覺把時間都花在家庭 你也不會覺得說我都沒有跟其他的小孩一樣去外面玩什麼的 我覺得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我的父母親在他們年輕的時候真的是過得非常非常辛苦 我媽就是她的第一個小孩其實那時候是胎死腹中 要把那個小孩子拿掉她都沒有錢 我們就不是在社會環境裡面屬於最高的教育知識水準 然後有比較好的生活環境 我們雖然是比較辛苦的那一群 然後但是我自己是覺得其實只要你有那個心 然後focus在你該做的事情上面 其實這才是最踏實的 自己回想在整個工作的歷程裡面其實有蠻大的影響 就是不管你坐哪一個位置 先不要問說你可以得到什麼 而是先focus在你自己可以做什麼的事情 所以其實像我高工畢業之後考上高雄工專 然後那時候就去念了兩年的工專 再開始想到就覺得自己應該要先工作 因為我們也不是什麼才富有的家庭 那就開始工作 工作的時候我就開始發現說 我去上班的公司叫神達 然後因為公司做的都是國外的業務 那時候我是在R&D部門 然後我們公司的業務 雖然因為他們是賺錢進來的人 所以他們講話比較大聲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覺得說 那為什麼這群業務可以這麼囂張 語言能力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那時候我才就下決心說 那我應該要出國留學 所以就邊工作邊存錢 就自己去申請學校 感覺某個時間點就是 你會有一個自覺 覺得自己必須要完成什麼事情 才可以讓你佔一點優勢吧